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烘焙艺术空间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薄片香橙蛋糕,柑橘的轻盈之舞 二玫瑰荔枝心太软,花果香气的温柔诱惑 三抹茶黑芝麻千层高,层层叠加的东方风味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薄片香橙蛋糕,柑橘的轻盈之舞 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既专业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为您揭开薄片香橙蛋糕这道甜点背后的故事 首先,让我们从薄片香橙蛋糕的名字开始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一场优雅的舞会 香橙们穿着轻盈的裙装,在蛋糕的舞台上旋转跳远 实际上,这道甜点的制作过程 确实需要一些舞蹈家的精准和优雅 想象一下,厨师们在厨房里手中倾拿着烘焙刀具 就像是挥舞着指挥棒 每一次切割都要精确无误 以确保香橙切片的完美薄度和均匀性 薄片香橙蛋糕的制作是一种艺术 它要求对食材有着深刻的理解 香橙,这位柑橘家族中的明星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鲜艳色泽和清新香气 更因为他能够在蛋糕中带来一种独特的酸甜平衡 而薄片的制作则是对厨师刀工的一次考验 每一片香橙都要像是经过了精心雕琢的宝石 透明而薄弱,几乎能够透过阳光 但是,别以为这只是一场视觉和味觉的盛宴 薄片香橙蛋糕的制作过程中还隐藏着科学的奥秘 比如,为了让香橙薄片更加柔软 通常需要经过糖水组织的过程 这实际上是一个渗透压的科学实验 糖分渗透进香橙细胞带走了部分水分 让香橙薄片在口感上既保持了水果的鲜嫩 又增添了糖分的甜蜜 而蛋糕本体的制作则是对空气的一次捕捉 打发的黄油和糖,混入鸡蛋和面粉 每一个步骤都是为了捕获空气中的气泡 让蛋糕体变得轻盈而松软 当然,这需要对温度和时间的精确掌控稍有不慎 就可能变成一场蛋糕的灾难 最后,当这些精心制作的元素组合在一起 薄片香橙蛋糕就像是一场甘觉的轻盈之舞 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挑逗 每一层都是对美学的追求 这不仅仅是一道甜点 这是一场融合了艺术、科学和记忆的盛宴 而享用它的人 无疑是这场舞会上最幸福的观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玫瑰荔枝心态软 花果香气的温柔诱惑 好吧 各位,让我们一起潜入这个 充满了香气与诱惑的世界 玫瑰与荔枝 这两位高贵的植物界成员 他们的结合简直就是大自然的浪漫诗篇 首先,我们得向玫瑰小姐致敬 玫瑰 这位历史悠久的花卉贵族 自古以来就是爱情与美丽的象征 它的香气 哦,那香气 能够让最阴朗的心灵也变得柔软 玫瑰的香味 有时候是那么细腻 仿佛是在耳边低语 有时候又是那么浓烈 几乎让人沉醉 它的香气中蕴含着百感交集的情感 就像是一首无声的情歌 总能触动人心 再来 我们得聊聊荔枝先生 这位热带水果的魅力 可不仅仅是他那诱人的甜味 荔枝的香气 那是一种怎样的奇迹啊 它的香味 既清新又甜美 就像是夏日里的一阵微风 带着点点甘露 轻轻拂过你的心田 荔枝的香气 有时候还带有一点点玫瑰的影子 这种香气的混合 简直是大自然的调香大师 在进行创作 当玫瑰与荔枝这两位香气之心联手时 它们创造出的 不仅仅是一种味道 而是一种体验 想象一下 当你咬下一颗荔枝 那层层玻璃的果肉中 释放出的不仅是甜美的汁液 还有那淡淡的玫瑰香气 这种感觉就像是在品尝一段 禁忌的恋情 既甜蜜又带着点点神秘 而这种香气的组合 这是为什么有时候 你会在商店里 看到一些产品标榜着玫瑰丽芝香型 它们就像是在告诉你 来吧 尝一尝这温柔的诱惑 让你的心灵沉醉在这花果的香气中 所以 下次当你遇到玫瑰丽芝这个组合时 不妨放慢脚步 深深吸一口气 让这温柔的诱惑 带你进入一个充满了花果香气的梦幻世界 不过 别忘了 虽然它们的香气让人心太软 但千万别让自己的意志也跟着软下来 不然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 不知不觉中就被这香气所俘虏 买下了整个货架上的所有玫瑰丽芝产品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抹茶黑芝麻千层高 层层叠加的东方风味 各位同好 今日咱们就来聊一聊 那令人垂涎三尺 层次分明的东方甜点 抹茶黑芝麻千层高 这不仅仅是一道甜点 简直是东方美学 与西式烘焙记忆的完美结合 堪比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 每一层都蕴含着历史的厚重感 和现代的创新精神 首先 让我们从抹茶谈起 抹茶 这种玉得发亮的粉末 源自中国唐朝 后传至日本 成为日本茶道的灵魂 它不仅仅是一种饮品 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将其融入千层高中 就像是在西方的画布上 点缀了东方的水墨 每一口都能品尝到 那份来自古代的禅艺和宁静 再来说说黑芝麻 这可是中华美食中的常客 自古以来 黑芝麻就以其香浓和滋补功效 闻名于世 在千层高中 黑芝麻的加入 就像是在绘画中 加入了深邃的黑色 让整幅作品的层次更加丰富 同时也给魏蕾带来了 一种深沉的回响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千层高本身 这种源自法国的甜点 以其精致的层次 和丰富的口感著称 每一层薄饼之间 都涂抹着轻盈的奶油 或者香甜的果酱 而当抹茶遇上黑芝麻 再叠加上千层高的细腻 想象一下 当你用刀切下一块 抹茶黑芝麻千层高 那层层叠加的绿与黑 就像是一幅古老的山水画卷 缓缓展开 一口下去 抹茶的清新与黑芝麻的相浓 交织在一起 仿佛让人穿越回 那个宁静的古代 又仿佛站在现代的潮流前沿 总之 抹茶黑芝麻千层高 不仅是一道美食 它更是一次文化的体验 一次味觉的旅行 它告诉我们 无论是食物还是文化 层层叠加 相互融合 才能创造出无与伦比的美妙 各位 下次品尝这道甜点时 不妨也来一场四味的穿越 感受一下 那层出不穷的东方风味吧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了三道 令人垂涎三尺的甜点 薄片香橙蛋糕 玫瑰荔枝 心态软和抹茶黑芝麻千层高 这些甜点 不仅仅是美味的食物 更是一场艺术 科学和文化的盛宴 它们背后的故事和制作过程 都充满了奥秘和创意 薄片香橙蛋糕 变成的酸甜平衡 和蛋糕的轻盈松软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挑逗 玫瑰荔枝心态软 则将玫瑰的浪漫 和荔枝的清新香结合 带来一种温柔的诱惑 抹茶黑芝麻千层高 则以层层叠加的东方风味 征服了味蕾 展现出东方美学 与西式烘焙记忆的完美结合 这些甜点 不仅仅是食物 更是一种体验 它们让我们感受到了 美食背后的故事和创意 让我们的味蕾穿越时空 领略不同文化的魅力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这些甜点有何感受和疑问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